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撒夫妇的教育概念 我们先了解一下 以撒这对夫妻 他们的家庭背景 也就是他们在教育孩子的同时 我们要看他的背景 是跟我们一般人的家庭 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 我们看25章21节 创世纪25章 我们从22节看起 创世纪25章22节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他就说若是这样 为什么活着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23节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德要服事小的 这就是特殊 在他有身孕的时候 他就特别感受到 悲惊很艰苦 他害喜得很厉害 那他这种厉害 是跟一般人的那种痛苦 是超过的 因为两个孩子在他里面相争 圣经是用这种字言相争 所以他受不了 相争到他生不如死 还好他因为他有信仰 这个人有信仰 这对夫妻有信仰 所以他们知道 遇到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就求问神 就求神帮助 那圣经是讲说 他是求问神 他问什么 问说我怀 我结婚了将近十九年 应该十八年 将近十九年 都没有生孕 那好不容易向你求了 你就应允我们 这对夫妻有孩子 可是孩子在腹中 就彼此相争 害得我这个做父 做母亲的 第一次要做母亲 就这么难受 所以我们也发现 这对夫妻好像就 生这一对双胞胎 好那从这里开始看 我们就看到 以撒夫妇的这个家庭 他的特殊性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 去查考他 那我们应该对他的 家庭抵制 要一个认知 不能用我们一般的常态 去看他 因为我们不是这种家庭 他是这种家庭 那这两个兄弟 这对双胞胎 一开始就很不一样 后来接着下来就是 一个人生下 就是姨嫂 生下全身长毛 一个是光滑的 所以长相不一样 那这个等一下再讲 这个还是小事 长相不一样 还是小事 我们现在看 彼此相争 从肚子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就彼此相争了 请问如果你是父母 你怎么处理 现在还是在肚子里面 他就已经相争了 那当然他去求问神之后 神告诉他 原来 你肚子里面不是两个人而已 你肚子里面是两个国家 两个民主 而且将来呢 大得要不是小的 换一句话讲 哪一个先出来 哪一个先出生 哪一个倒霉 所以很妙 这个两个小朋友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抢着要出来 可是出来 哪一个人先出来 哪一个先倒霉 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如果知道 他们大家都彼此相争 就大家都不出来了 这是很特殊 这第一个 那后来我们发现 他们从肚子里面 开始相争 一出来就争了 我们继续看他怎么相争 我们看二十五章 三十节 二十五章三十节 以扫对雅各说 我裂昏了 求你把红汤给我喝 因此以扫又叫以东 三十一节 雅各说 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 卖给我吧 三十二节 以扫说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 于我有什么溢出呢 三十三节 雅各说 你今日对我起事吧 以扫就对他起了事 把长子的名分 卖给了雅各 这个也是象征 只是用比较文明的手法 用文明的 就是买卖 就是对价关系 我给你什么 你要给我什么 对价关系 那当然是个人认知 到底是长子名分比较价值 还是红豆汤跟饼比较价值 不一定吧 逃难的时候黄金有用吗 还是一个馒头比较有用 你现在当然黄金比较有用 馒头干嘛 馒头是拿来扎人的 那就要看什么 一样嘛 今天仪嫂是 绕在那种情境 那这也是雅各厉害的地方 他知道 哥哥每次去打累回来 就是那个样子 累得跟狗一样 喘呼呼的这样 所以他知道说 这个时候才可以跟他争 那个长子的名分 这个时候才可以 人家聪明啊 人家雅各聪明啊 这个就是争啊 你看 所以在肚子里面 不知道要争什么 是要争 争你在上面 我在下面 还是你先出来 我先出来 那出来之后 就争这个长子的名分 这第一次 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争 再来争福分 我们看27章 创世纪27章 我们看第四节 创世纪27章第四节 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 拿来给我吃 使我在为死之仙 给你祝福 这是爸爸跟宜嫂说的话 因为我们在25章里面 等一下会看 说宜嫂 就是比较热 比较外向 常常往旷野去 往外跑 打泪 做美味 所以照你来讲 应该看起来 宜嫂也是美食专家 打泪回来还会做成美味 这个是美食专家 这个时候是因为宜嫂 宜嫂 爸爸宜嫂 要帮宜嫂祝福 因为宜嫂是长子 所以他说 在我未死之前 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天会死掉 因为这个时候的宜嫂 眼睛昏花 就是青霉 看不到了 那因为看不到 所以他才说 你又有多久 那还是趁着我还活着 或是还有体力的时候 帮你祝福 要把福分给他 所以叫他去打泪 做成美味 拿来给他吃 然后就大概 就帮他祝福 那这个话 让利百家听到 就让老婆知道了 那老婆呢 知道之后 马上去告诉小儿子 就是雅各 所以我们看几个字眼 我们看第五节 第五节 二十七章第五节 以嫂对儿子说 以嫂 以嫂说这话 利百家也听见了 以嫂往田也去 打泪 要得野味带来 往田也去 得野味带来 这字句 我们来看 第九节 二十七章九节 你到羊群里去 给我拿两只肥 三羊羔来 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 给他做成美味 人家以嫂是 往田也去 得野味带来 这个利百家跟雅各 处理的是 到羊群那里 拿两只羊羔 然后做成美味 一个是到 到野外去打泪 一个是直接到羊群去 羊圈去 拿来做成美味 你看 同样为了要得到 爸爸的祝福 爸爸的福分 要给他们的福分 这个也在争 这个时候就 连爸爸妈妈都跳进来了 两个兄弟在争 这个时候 连爸爸妈妈都进来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以嫂这对儿子 这对双胞胎的儿子 是很特殊的 因为神也说很特殊 这叫做与生俱来 与生俱来 这对兄弟就很特殊了 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 这些独青的人 这对兄弟很特殊 所以你看一直争 从肚子里面争 长子民文 从长子民文争到 要得到爸爸的福分 今天就开始争了 那这个过程 我们当然很清楚 就骗成功了 我们来看 第27节 27章27节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 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 就给他祝福说 我儿的香气 如同耶和华 四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28节 我们看几个字言就好了 28节 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 29愿多民自奉 多国跪拜 再来 做你弟兄的主 再来 同你跪拜 向你跪拜 凡做主你的 愿他受做主 为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天上地上 属灵属世 通通在雅各身上 所以为什么后来 以扫回来哭着闹着说 还没有其他福气吗 以扫说没有了 因为天上地上 然后属灵属世 通通有了 通常都在雅各身上了 这个福分都上去了 没有了 这个也在争 因为以扫回来的时候 发现说不对了 发现不对了 因为刚才的祝福是有用的 我们看第27章 33节最后 33节最后 我已经吃了 为他祝福 他将来也必蒙福 这是以扫对以扫说的话 说你慢了一步 你慢了一步 你弟弟已经先来一步 先你一步 已经得到我要给你的福气 而且我已经吃了他的美味了 也就是我已经答应要给他祝福了 我已经吃了 所以我也为他祝福了 而且这个福气还不能更改 因为他将来必蒙福 因为以扫听到这个话 就放声大哭 那就完了 因为以扫本来想说 之前的长子名分 不小心卖掉了 现在要好好的把握 爸爸给我的福分 因为我是长子 我可以得到 他一直期待这一天的来临 结果这一天的来临 也被雅各破梗了 没有了 这个就是这对夫妻的一个状况 如果你养到这种孩子 养到这种孩子 教育到这种孩子 这会很特别 他们两个常常吵架 而且不是三天一吵那种 不是 是找那个大事 很大很重要的事吵 很重要的事 很关键的事来相争 这个是很伤脑筋的 所以以扫这个时候就不甘愿了 我们请看四十一节 二十七章四十一节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住的福 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尽了 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弟弟雅各 就是产生杀鸡 恨 所以主耶稣说不能恨人 因为恨人就是杀人 所以在你恨的时候 那个恨要赶快消除 才不会进一步杀人 所以一定要先处理 那现在雅各 那现在以扫已经 已经产生杀鸡了 就是恨 所以他一定要做这件事 那而且是未来事 因为要等到爸爸 伤理的时候 那爸爸什么时候伤理 当然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哪一天 但是他就已经定掉了 以扫已经定掉了 爸爸的伤理就是 我要让弟弟死掉 我要杀掉弟弟的那个时间 那当然这种怨恨的话 会很快就传开 所以被利百家听到了 那我们就看到 你看到现在还在争了 那利百家听到这个信息之后 因为圣经有讲 他比较倾向 我们也不能讲他比较爱 他比较倾向 对雅各比较好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当然对一个妈妈来讲 他不希望有这一天 他不希望有这一天 所以他一定要做处理 所以他才跟老公 跟以撒来做一个商量 协商 那在协商当中又出了 又出现 出现纷争 兄弟的纷争 婚姻的事 我们看46节 27章46节 利百家对以撒说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 连性命都厌烦了 倘若雅各也取赫人的女子为妻 像这样 像这些一样 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好 那我们来看 看结果 我们看28章 28章 第二节 28章第二节 你几身往巴弹亚兰去 到你外族敌土利家里 你母亲 母舅拉班的女儿中 娶因你为妻 这是爸爸授权 授权给雅各说 你到你舅舅那里 你舅舅有女儿 娶因你为妻 听好 因你 他不叫你带四爷 结果他带四爷回来 娶因你 当初爸爸的意思是一个 因为爸爸是有信仰的人 所以一个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件事情又产生纷争 我们看28章第七节 28章第七节 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 往巴弹亚兰去了 巴结 以嫂就晓得他父亲以傻 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久便往以什玛利那里去 在他二妻之外 又娶了马哈拉为妻 好 看到这里就好了 连婚姻都在争 连婚姻都在争 连在娶我 要娶妻 要娶妻 都要争 所以我们没有很特别的感受到 这对双胞胎真的很特别吗 相当特别 不是长相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连价值观念通通不一样 连信仰观念也不一样 看一下 信仰观念 我们看三十六章 第六节 创世纪三十六章 第六节 以嫂带着他的妻子儿女 与家中一切的人口 并他的牛羊 牲畜 和一切资财 就是他在 他在迦南地所得的 往别处去了 离了他的兄弟雅各 看到这里 那兄弟雅各住在哪里 住在迦南地 什么叫迦南地 就神应许之地 那以嫂去哪里了 就离开了 这是信仰 这不是你要搬去哪里 就搬去哪里 因为神应许要保罗罕 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你 和你的子子孙孙 以嫂也是一样 神对以嫂说 我要将这个地赏赐给你 跟你的子子孙孙孙 后来雅各神也跟他这样应许 所以这个迦南地 是对这些人来讲 是相对重要 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 对他们来讲是相对重要 那这么重要的一个应许 为什么以少会放弃 那就是信仰观念问题 价值观念不同 他认为我自己来就好了 这个就是他们很特别的地方 好 那我们来讲结论 他们这么不同的 就是从肚子里面 从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开始相争 争到大家都很有成就的时候 雅各很有成就 以少也很有成就 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 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第七节 创世纪32章第七节 雅各就甚惧怕且愁返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 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对 好 这个是因为 雅各从巴旦亚然回来 要回家了 回到应许之地迦南地 结果他不是没有想到 他本来就有心理准备了 我回到迦南地 第一个要面对的是 我哥哥的报复 我哥哥的报仇 这本来他就心里有数了 那因为他心里有数 所以32章的第一节开始 神让他看到异象 也就是神跟他讲没有关系 我让你当后盾 可是还是没有用 神已经让他看到异象 然后告诉他要让你做后盾 他也是很害怕 因为第二个动作 他看到异象之后第二个动作 就是他雅各派人带个礼物 要去哥哥住的地方 去跟他先说一声 说哥哥我回来了 那我要特别来向你 来跟你见个面 结果没有想到 他派去的人 还没有到以扫那里 以扫人家已经派400个人出来了 带了400人出来 所以32章第七节那一句话 圣惧怕且愁烦 要用我们台湾人说 走得屁屁屁 所以神一直鼓励 神一直鼓励雅各说 不要怕不要怕 可是他也是很怕 从他看到异象 然后跟神摔跤 还是很怕 神一直跟他挂保证 说没事没事 他说有事有事 那这一段就是要强调 雅各当时的心中的害怕 到极致 那一种害怕 没有办法用任何方式 把他消除掉 为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 我哥哥是怎么样的人 别人不知道 以扫是什么样的人 雅各很清楚 我哥哥是什么样的人 说他为什么这么害怕 连神都已经出来说 不用怕啦 不用怕啦 不用怕是你说的 我是很怕 好 最后呢 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看33章 第四节 33章第四节 以扫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搂着他的景象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化解了 照理来讲 我恨你的时候 我恨你 一个人恨一个人的时候 那个时间越拉长 越会发笑 越会发笑 不会说时间够了就算了 没有 所以你注意听人 我们一般人在聊天 聊聊聊聊 你就 你注意听 有些人就 不是有些人 就是常常有些人 就是这么说啦 以前啊 怎么样 开始了 他在讲以前 他没有忘记 不会忘记 因为他那个 当时他被欺负的那个样子 他都永远记得 他永远记得 永远不会忘记 圣经会忘记 但是这个不会忘记 而且会发笑 如果你不小心当他发笑 恨力就产生杀鸡 所以圣经 主耶稣才说 不要恨人 就在这个原因 就在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是跑不掉 因为主耶稣说的 所以会跑不掉 所以不要恨 那你想想看 这么多年 雅各去那边多久 刚好二十年 所以等于 已早恨雅各 那个恨 已经恨二十年 而且等了二十年 那今天见面 所以为什么雅各这么害怕 二十年的恨意 而且二十年当中 从来没有见面 从来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所以对雅各来讲 那种未知的事 未知的是更害怕 我们对未知就很害怕 但你已知的就不怕了 所以有些人 现在大概不会了 以前要当兵的人 就听当过兵的人讲说 我要去怎么样 结果去没有多久 不是这个样子而已 没什么害怕的 一样 我们当时要去念神学 学长就说了 哪一个长老 哪一个传道 那上课很严格 他都还没有来 上课 我们就听到名字 就吓了 吓到 结果上两堂课 这个样子而已 没什么事 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 未知的是 你未知要害怕 一样 雅各也未知 我怎么知道 我哥哥现在 变成什么样子了 可是我对他 以前的观念 是这个样子的 说怕 但是这个就是 最后和平落幕 那我们今天 就要讲这个了 以撒夫妇的 他的教育概念是什么 其实你看 这一对夫妻 就是以撒这对夫妻 他们有一些事情是 做法是不一样的 观念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对夫妻 有一个好处 不管发生什么事 最后结果是协调的 最后结果是协调的 都已经产生问题了 都已经产生问题了 没有关系 产生问题赶快处理 所以这对胸 双胞他已经很特别了 然后这对夫妻又很特别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家里发生任何的事 尤其是大事 都是大事 他们夫妻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把他解决掉 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反而你没有看到他说 他们为了这些事情 在互相互相纷争 或是互相控告 就互相推卸责任 没有 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以撒这对夫妻 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说 对啊 今天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呢 没有在互相来指责对方 没有 坐下来 我们现在怎么做 会处理掉 现在已经产生问题 我们现在怎么处理 这个就是 这对夫妻的教育方法 我们来看 看回来 看第25章 21节 25章21节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 圣经很明确 很明确 结婚将近20年 没有孩子 所以他做丈夫的 做丈夫带领 带领 来向神祈求 所以他们夫妻 还是在祷告当中 解决问题 所以现在有问题了 就是不生 不生 结婚这么久不生 这就是问题 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怎么办 那我们解决不了 这个不是看医生就好了 看医生会咬早就好了 吃秘方可以 可以生 可以怀孕 那就吃秘方 就是没有用 已经将近20年都没有 没有就只能仰望神 因为四面楚歌就是仰望神 所以你看这对夫妻就是这样 遇到问题 坐下来谈 遇到问题已经产生了 现在怎么办 祷告 那就祷告吧 祷告 就有了 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念的 两族两国要在你肚子里面出来 将来大得要服事小得 好 那因为他怀孕很痛苦 所以他向神求问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 为什么要怀孕的这么辛苦 那神才跟他讲 说就是要让你有特别的记忆 让你有特别的记忆 因为你肚子里面的双胞胎 跟一般人的双胞胎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两个人有重要的责任 两国两族 他要成为两国两族 本来是双胞胎嘛 最相似的两个人 结果以后他们是要分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同一出生就不一样 这个是要给 以撒这对夫妻有深刻了解 这对双胞胎是不一样的 所以连出生的样子都不一样 一个全身长毛 一个是全身光滑 那是很特别的 其实全身光滑 我们还没有感到特别 哪一个小朋友出来 不是全身光滑 那单单那个全身长毛了 混身是毛 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是生就狗了 奇怪 生就狗了一瞬也没毛 现在不是生就什么 如果现在的人看到这个 又有文章可以做了 那这毛型啊 那生就一个出来全毛的 这样死一样 这些是毛型啊 没有啦 但是这个就是很特别 这个是我们看到 他在肚子里面很痛 孩子在肚子里面很痛苦的 他求问神 神才跟他讲答案 答案是什么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 你们要特别注意 这两个孩子是很特别的 他一定要成为两个国家 他发展出两组出来 这是神要给这对夫妻 所以照理来讲 他这对夫妻就要对 对这两个孩子 有特别的一个教育的 特别的教育 因为不同嘛 因为神已经很明确告诉 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 所以你不能 只用米饰百用人 不可以这样 你是岂不岂不岂不岂 好 那我们接着看25章 27节到34节这一段 这是我们从幼稚班开始听的 红豆汤事件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特别强调 27节跟28节 我们看27节 25章27节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早善于打泪 常在田园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帐篷 这是他们生活习性 刚才是长相 一个全身长毛 一个光芒 这长相 现在是习性 他们的两个 这对双胞胎的生活习性 是不同的 再来看28节 以撒爱以少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利百家却爱雅各 没有理由 第一个是有理由的 为什么爸爸爱大儿子 因为应该是讲说 他们两个互动比较好 因为刚好以撒喜欢吃野味 那以少刚好会打泪 又会 又是美食专家 他说两个人 当然一拍集合 爸爸跟长子 就一拍集合 这是关系 第三个就是关系 这对双胞胎 的关系是 老大跟爸爸比较好 老妖跟妈妈比较好 变成一国两制 一家两制 马上变成一家两制 就很明确的分开 所以当然雅各跟妈妈比较好 以少跟爸爸比较好 所以等一下他们要27章 要得福分的时候 你看就分开了 这个就是 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圣经一直很强调 这两个孩子不同的地方 那应该来讲 这对夫妻应该更注意 更注意 怎么去协调 怎么去协调 怎么去沟通 那我们发现有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有什么协调沟通 为什么 就让他们自由发展 那因为在自由发展当中 就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 那就是争取长子名分 那你爸爸妈妈不管 你爸爸妈妈不管 所以这个两个孩子 他们就自己处理了 就用 讲好听一点 雅各用技巧性的 技巧性的 买到长子名分 买到 我们用比较好听的字眼 买到长子名分 技巧性的买到 你说乙嫂不反悔吗 他当然反悔 只是他不能讲 买到的第四章 不说话 我们来看 他是很在乎的 创世纪27章35节 创世纪27章35节 乙嫂说 你弟弟已经用诡计 来将你的福分 都去了 36节 乙嫂说 他名叫雅各 就是抓住 其实不是正对吗 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 他从前夺了 我长子的名分 你看 现在他又夺了 我的福分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 乙嫂还是很清楚 上次被骗了 就区区的红豆汤 区区的饼 就把长子的名分 给我骗过去了 就这样骗了 他不是不在乎 后来乙嫂还是在乎 只是25章 因为他肚子 打累回来 真的肚子太饿了 真的累婚了 他真的累婚了 那身为一个弟弟 你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去 怎么称人之为 你称人之为 所以连他爸爸都讲话了 他爸爸说 刚才你弟弟用诡计 用诡计 耍手段 来骗我帮他祝福 所以福分已经夺去了 这个时候听了 那个仪嫂听了 更不得了了 原来我弟弟 名字不是叫雅各吗 应该不是叫雅各 雅各叫做抓住 应该叫做骗子 骗主 根本就是骗主 什么雅各 所以他的名字要改一下 改做叫做骗子 骗我也骗爸爸 什么都骗 说不定连神都要骗 他很不高兴 这个就是 这兄弟发生的事情 就是25章27节这一段 长子冥魂事件 那已经产生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搁着 长子冥魂骗取成功 搁着 一直到福分就是27章 我们刚才看了 35节36节 27章35节36节 现在连福分都骗了 好 这个1加1等于2 两件事一起处理了 名分跟福分 现在产生问题了 好 那产生问题 作为父母的怎么处理 我们先不管 我们也不管说 当时他们在 爸爸跟哥哥 妈妈跟弟弟 尤其是妈妈跟弟弟 尤其是利百家 你为什么大力支持 用骗取的方式 去骗爸爸的福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利百家 因为圣经也没有讲 圣经不强调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是结果就是骗来的 因为这一次的骗取福分 是妈妈大力支持 妈妈大力配合 所以才会骗取成功 反而是亚哥比较胆小 他说不行 用这种方式不行 我哥哥全身长毛 我全身光华怎么骗 果不其然 当他把美味端去的时候 以撒就存疑了 他说不对 等一下 你过来过来 我摸摸看 所以摸手臂 摸景象 都有毛 我们只是不知道说 以撒这个触感怎么那么差 怎么羊毛跟人的毛 会摸出来是一样的 没有办法 他已经眼睛昏花 你到底怎么怕世青 怎么错了 我是不知道 这个就是很特别 这个就是利百家 利百家特别厉害 因为他夫妻 所以利百家当然知道 亚哥的状态 当然知道老公的状态 以撒 所以他为什么 定义 定掉 妈妈为什么定掉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听我的就对了 跟亚哥讲头 你听我的 没有关系 那个羊毛就把 把你弄在上面就好了 一摸不出来 一摸不出来 你去没问题的 他真的摸不出来 摸不出来 人毛还是羊毛 这第二 第二个 以撒 以撒也认为说 不对 声音 声音不是人 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孩子 怎么会听不出来 尤其眼瞎的人 那个听 听音变味更厉害 我们眼睛看不到 听音变味更厉害 所以他没有听错 不对 亚哥的声音 可是摸起来就一样 就是 是以扫的身体 所以他 最后还问他 最后一句话 看创世纪 27章 24节 27章24节 又说 你真是我的儿子 以扫吗 亚哥说 我是 这叫做脸不红 气不喘 说谎话 不用打草稿 说谎话 不用打草稿 那个 真的是 吃的定心丸 我就是要骗你 我就是要读分 所以连爸爸 最后一句话 就是 因为他不知道 他存疑 所以最后再问一句 你真是以扫吗 他说我是 还没有跳坚 因为跳坚就输了 跳坚就知道了 没有跳针 所以就祝福了 这个圣经讲过程 讲说这个欺骗的过程是什么 好 那因为欺骗过程顺利 所以说欺骗成功 等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来不及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看夫妻的决定 我们来看三十九节 二十七章三十九节 他父亲以撒说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 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四十节 你必依靠刀剑度日 又必侍奉你的兄弟 到你强身的时候 必从你景象上 增开他的恶 好 有啊 后来 最后 爸爸还是有帮以扫祝福的 我们看一下 对照一下 我们看西伯来书十一章 西伯来书十一章 二十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 以撒因的信 就指着将来的事 给雅各以扫祝福 将来的事 好 看回来二十七章 这个四十 三九四十 其实这个就是未来的事 他其实不是祝福 他是未来的事 所以西伯来书那边讲 以撒因的信 为两个孩子祝福 对将来的事 祝福他们 对将来的事 祝福他们 好 现在就是我要讲 他们已经在解决问题了 以撒回来发现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他真的是 这辈子 他想说 从彩色变黑暗的 他真的很不甘愿 长子迷恶自己搞砸的 这个福分 竟然也被骗了 当然他很火大 这已经产生问题了 所以他最后才跟他爸爸说 没有其他的 武器可以祝福了吗 他爸爸本来跟他讲说 对了 没有了 后来说 好了 我39次使写就是 最后跟你祝福 这个祝福是什么 天上 这个可以再重来一次 地上的肥蜀 天上的甘露 一样 刚才雅各也有这个 但是后面 就不一样了 必依靠刀剑度日 要侍奉你的兄弟 一样 这个要衔接 刚才你跟雅各祝福的内容 要衔接 你不能跳 不能用跳的 要衔接 再来 最后这一句话 你强胜的时候 才会从他的景象上 争托 换句话讲什么 爸爸已经在告诉 以少了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努力 实力最重要 你弄个实力出来 你要有实力 你要有实力 才可以 争托你 你弟弟的挟制 你要有实力 所以后来为什么 以少这么努力 为什么要搬家 为什么要移民 所以你看 整个创世纪39 36章就在讲以少 就说他成了一个大主 那一样 这个无意中 就成全了 应验了 当初神跟 利百家说的 两族 两国要从你身上出来 很自然 以少就出去了 就成为一个大主 很妙 好 所以我们要看 这一对夫妻 每发生一件事情的 他们就去共同面对 就是面对 没有忌讳 没有逃避 好 所以后来 这个是第一件 爸爸马上帮 以少祝福 好 这希伯来书 也证明 再来 婚姻这一件事 其实对利百家来讲 是因为他要避开 避开 避开以少杀雅各 所以把他支开 请他去 梁家住 他自己的 利百家的梁家 所以才跟他的老公 以少 协商 所以我不希望 我们未来的媳妇 我们未来的媳妇 跟以少的媳妇 跟以少所娶的妻子一样 所娶的妻子一样 我们要避 我们要 把处理这件 那以少 听太太的话 所以才会叫雅各离开 解决问题 这个就是解决问题 这是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可以处理的 最后二十年之后 雅各回来 谁处理 谁处理 没有办法了 所以只有神处理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发现 这个时候的处理 不是爸爸妈妈可以处理的 这个时候的处理 是雅各自己要处理的 那雅各 因为从头到尾 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因为在28章 创世纪28章 看到天地事件 他整个人的信仰 是翻转的 也因为他有翻转的信仰 所以他最后 从那一刻开始 他翻转信仰 那一刻开始 他整个就是 面对神 面对神 所以最后 他才有一个最好的结局 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 哥哥再怎么样欺负我 再怎么样对付我 最后还是神会帮助我 这是他的理念 至少是他的理念 所以最后是和 他也没有想到 最后是和平落幕 知智不提 不再算账 后来是雅各自己处理 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以撒这对夫妻 在他有生之年 在他能力所及 他能够做到哪里 处理到哪里 要做到哪里 处理到哪里 所以一样 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孩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孩子 已经长大了 不是小朋友 不是小学生 你不能不左右他 他没有左右你算不错 他没有跟你杠上 已经不错了 那我们面对这些 长大的孩子怎么处理 怎么面对 你能力所及 你要尽责任的去处理 你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祷告 求神帮助 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的孩子 也是神的孩子 所以不要说 完了 我的孩子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 不要这个样子 在我们还没有死掉之前 我们自己做父母的 还没有死掉 我们的儿女 还没有死掉之前 统统有希望 因为活着就是希望 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有一点点的 透过信仰的价值 对他们产生一些希望 为他们祷告 我们一起来唱诗 332首 五三世 就变成了 六三什么 六� 二 Corn 六四 六